Sorry you folks, I didn't come in the rain, but I couldn't change it 很抱歉大家要冒雨来,但是我没办法让这雨停下来,所以接下来 We're now in chapter 41 今天是以赛亚书的第41章 关于旧门的这个 这么一个大戏要拉开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两个主要的角色 在上一章第40章里面,我们知道有介绍了耶和华通过以赛亚 启示给人说,在神的救恩里面,到底什么样的人群在这个工作当中有份 这个40章里面讲到是以色列人将要在救恩当中有份 但是呢,神的救恩不仅仅是给以色列人,包括普天下的人也都有份 We have to talk very much about Israel, because Isaiah is talking to Israel 当然我们所有在以赛亚书里面看见,本的经文都跟以色列人有关系 因为神是猜先知以赛亚到给犹打 那当然这里面,救恩里面的一个主要角色就是神 神的伟大是无法测动的 那么第二个角色,这个里面有参与的是以色列人 who being of the human race was so infinitely small that there was no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wo 这个跟伟大的,无法测度的,至高无上的照天地万物的神相比 那个渺小的,不能再渺小的一个人 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档次和等级的两个对象 But now think of this, we have to think of this Even though man is so insignificant still, God's grace planned and is executing that salvation for man 尽管人是如此的微不足道 但是呢,神出于爱,在人为人类所预备的救恩 不但是神出于爱预备了,而且神还是最后,还是启动了这个救恩 在从41章开始,伊赛华就启示以赛亚,到底这个救恩将要怎样的来实现 我们现在看到在第41章的第一节中,中海岛 我们现在看到在第41章的第一节中,中海岛 他说,中海岛啊,当在我面前静默,中民当重新得利 你们都要尽前来才可以说话,我们可以彼此辩论 这个如果是要实施这个计划,要实现这个救恩计划的话 必须要依赖上帝的大能 那从所有的这些经节里面,章节里面都表明一件事情 就是救恩唯独伊赫华才可以成就,拯救人类的这个计划 所以在41章的第一节,伊赫华就叫中海岛这世上的人来看 将来他要怎样来成就的救恩 他甚至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来,但是你们要什么? 你们要静默在面前,使得你们可以平心静气地看我要做什么 不要像彼得一样,彼得是个炮筒子,不经过头脑就说话 伊赛亚把这么重要的信息是用一个问题来开始的 他说,谁从东方兴起一人? 他说,谁从东方兴起一人? 他说,凭公义,招他来到上帝的交集 这是在第二节 这好像似乎看起来,这一个要来的这一位是跟神是... 这个一起的,好像是站在神里边 这个人的名字在伊赛亚书的第45章里面提到 他就是波斯王古列 在这个历代之下的三十四章的三十三节 在三十六章的二十三节 在历代之下的三十六章的二十三节 在历代之下的三十六章的二十六节 这是波斯王塞鲁士,也叫古列 他说天上的神已将天下的万国赐给我了 他怎么说,他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 他没有说是我波斯王的神把天下万国赐给我 这是在历代之下的最后一节经文 就像巴比伦王尼布奖尼撒和其他的王一样 他们都是讲到自己的神或者把自己当神 但是波斯王古列不同 在伊赛亚书在这个地方第四十一章也讲到同样的道理 他说在第四十二章,四十一章的第二节说 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使他管辖君王 然后伊赛亚就问读者说 那谁从东方兴起这个人来弄 我们通过这些的经节我们看见 耶和华通过这些的事情来证明他的神性,他就是神 只有上帝他才可以知道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 如果人们承认神,认识主耶和华要说什么 所以在四十一章的二节说 有一个人要兴起来,是从东方兴起来,他要征服列国 这是古列王出生前一百五十年 圣经就预言他要征服列国 神还要强调这个问题,所以他叫伊赛亚接着这样写 在第四节,在第四节 他说我就是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与末后的同在 这是在四十一章的四节 我们看见英文最后面讲到的这个,我就是他 我就是他这个意思,可能就是自有永有,我就是,我是的这个意思 我们知道这个,在福音书里面讲到耶稣也对约翰如此说 所以在巴默岛上的时候,耶稣对约翰说了,约翰就在这个启示录里面把他记下来了 大家知道,在启示录第一章讲到什么,他说约翰听到背后的声音,他就转过身来,想要看谁与他说话 他就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站在灯,七个金灯台中间 他就注意到,这就是人子耶稣 耶稣就对他讲,我就是那个,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 这个启示录里面,老约翰所记载的,是 但是神的救恩将要最后不但是成就了,而且是施行救恩的,整个末了的,那一个落幕前的那些状况 而相比较以赛亚书第40章,41章是在讲到这个救恩的这个拉开序幕 所以一个是开始,一个是开局,一个是中场 从41章的5到7节诗里面讲到,以赛亚记载就是那些人对那位要来的,是如此如何的害怕震惊 在第五、第六节说,海岛看见就都害怕,地级也都战惊,就近起来,他们个人帮助,领舍,个人对弟兄说,壮胆了 这里面看见,当这些人来的时候,地上人看见要来的那一位,要新起来的那一位,他们都非常的害怕 但是他们害怕,他们用什么方法呢? 这个第七节是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经文 这里讲到说,这个木匠却免银匠用锤打光的,勉励打粘的,论汉宫的,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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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宫的,又用钉子钉纹免的, 偶像摇动,you see,these nations,they go to the only help that they know,which is their idols 所以说明什么呢?尽管他们非常害怕,但是这些人都是本末倒置,当看见那要来的的时候,他们去暂尽害怕的时候,他们没有神可以去找 他们反而转向谁呢?转向他们自己人所所造的偶像 所以they encourage one another to make good idols to save them 他们彼此鼓励,彼此的壮胆,说我们要把这个偶像钉纹了,搞好了,免得我们的偶像,我们的神倒塌了 这是他们头脑里唯一的可以解救他们,帮助他们的 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耶和华才说,你们驻海岛,天下的列国都来看,你们要来看我要行什么样的大事 所以耶和华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们看见他们的作为,你们就不会再转向偶像了 我们现在看见在这个救恩的这个大剧里面呢,是第二个这个角色,就是在由以赛亚介绍出场 在第八节说,我有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 所以第二个角色,第二个人物是,以色列我的仆人 这个从东方兴起的这一位人,将要把以色列从巴比伦的这个奴役当中解救出来,释放他们 所以在救恩这一幕大戏里面,这个以色列作为主神的仆人,他们将要扮演,担当一个重要的角色 我听过有很多的在我们这个,从在中国朋友的这个圈子里面,中国的弟兄姐妹里面,在过去的几年,我听到过好些这样的被死的问题 他们为什么呢?他说上帝为什么要把以色列当作上帝的选民,为什么要选择以色列呢? 我们现在就要正好回答这个问题 为什么耶和华要选择雅各,因为雅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圣经说,耶和华说,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 那是不是因为这个亚伯拉罕是耶和华的朋友,所以耶和华就拣选了雅各做他的妇人呢? 我们要来调查看在创世纪的第二十二章 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的第二十二章是神要叫亚伯拉罕献以色来试验他的信心 亚伯拉罕真的是顺服神,他真的是准备了以色列,如果又要不阻止他,他真的把以色列给杀了 然后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的十六节,创世纪二十二章的十六节到十八节 他说,我便指着自己启示说 他说,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他说,我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将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变的沙 他说,你的子孙要多到像海变的沙 他说,你子孙必得着筹底的城门 他说,你子孙必得着筹底的城门 他说,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现在神要赐给地上列国的,地上万国,要得到什么样的福分呢?这个福分就是救恩 所以我们现在看见,原来这个耶和华之所以拣选雅各和以色列做他夫人 是因为耶和华曾经指着自己起过事 这个上帝启示从不返回 他说,我自己自然有证明,因为你已经做了这些事,而你没有承受你的儿子 他说,我自己自然有证明 所以大家知道,在《创世纪22章》的第16节 他才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那么我耶和华现在便指着自己起事 所以以色列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承担这么一个重要的责任 所以尽管以色列是如此的败坏,背逆神,他们不顺服神 但是耶和华还是保守他自己发过的事 因为耶和华跟他讲说,天下地上的万博都比英里的后裔得福 那么意思说,都要通过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而得福 这就是为什么耶和华要猜他的爱子耶稣 领导的世上,将士为人成为犹太的后裔 现在我们看见,既然这一出救恩的大戏要拉开序幕了 那么以色列在里面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重建耶路撒冷 她要重建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 那么这个重建了城墙的耶路撒冷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他们的以色列人的居所 我们还记得耶稣说过什么? 他说这个先知不可能在耶路撒冷城墙以外被弃绝 这是在路加福音的13的33节 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耶路撒冷必须要还存在 使得耶稣可以死在耶路撒冷 所以为了要预备耶稣将士为人 那么他们必须要重新的建造耶路撒冷 使得耶路撒冷可以预备好迎接耶稣的到来 所以换句话说这个耶和华要告诉犹太人说 你现在是我的仆人你的角色是要帮我去预备好迎接第三个角色的登场 而这个在耶路撒冷却的帮助之下他们曾经弃绝偶像 我们发现从被放逐的巴比伦 重回耶路撒冷和以色列自业国土以后 发现一直到耶稣的年代 犹太人已经没有大规模明目张胆的偶像崇拜 他们在巴比伦日子看到满城满国的偶像实在是帮助不了以色列人 这些偶像都是人手所造的没有用的 所以当他们还被放逐在巴比伦的时候 已经形成了一支队伍 这支队伍的名字叫什么 这支队伍专门有个名字 在圣经里面是没有的 就在这个章节里面是没有写的 但是这一批人组成了一个团体叫什么 那些人是什么呢 就是法利赛人 这个法利赛人是什么意思呢 法利赛人是说你必须要完全地遵守法律法条款 所以对法利赛人来讲是坚决地杜绝偶像崇拜 法利赛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要坚决地杜绝犹太人再次滑溜回到偶像崇拜的那么一种罪恶当中去 然后保证以色列会谨守摩西的 这个耶和华通过摩西所办的律法 当然他们后来也是加了很多自己的祖宗的遗传和一些额外的规定 也加到耶和华的话语和诫命上面 我们知道他们原来将这些祖宗的遗传和这些法利赛人的一些额外的一些律法条款的时候呢 他们的用意是要做什么呢 是要防止犹太人重新再回到偶像崇拜 那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只有这些方法能够持有亚洲成为500年来到哪些帝 也只有这个原因 也只有通过这个方式 使得后来可以通过犹太人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尽管他们500年没有自己的王 但是他们还保持一个作为犹太民主的一个整体 所以作为总结就是神帮助以色列人作为他的作为救恩大戏的第二个角色呢 他目的是什么呢 要让他能够经守本分 那么他要被神所用 做一些预备的工作 使得第三个角色登场的时候呢 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 他们的问题 他们的问题 以色列人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他们变得非常骄傲 當你手上过去 Français 你常常会有一种你会变得好像你会变得比较骄傲 然后这个犹太人也是误读旧约圣经 所以他们对旧约圣经实际上的理解错误 他们读预言的时候就读偏了 他们误解圣经的预言 他们之所以会误解圣经 尤其是旧约圣经是因为他们骄傲的缘故 所以当弥赛亚基督真正站在他们面前的时候 他们认不出来 但是这些人至少做了有一件事就是什么呢 他们自从放逐重新回归耶路撒冷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以后 他们就不再回到公开的大规模的偶像宗脉里面 他们只敬拜独一的真神耶和华 因为你记得当他们问耶稣是你神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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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当他们问耶稣是你神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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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他告诉我们你是永生神的神的神 你是基督不是 耶稣回答说是的时候呢 他就大提示撕裂自己的衣服 说这是亵渎上帝的话 所以他们是说上帝在永恒的天在天上 上帝才不是地上走的一个木匠的儿子吧 对这些宗教领袖和祭祀长来看 他们觉得好像对啊 你看我们没有偶像崇拜 我们没有拜一个木匠的儿子为神啊 所以我们这是刚刚编上的一些背景资料介绍 但是这里的主题就是第二角色和第三角色 第二角色要预备好第三角色登场 以色列人所有的问题和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有的问题 就是人的骄傲 所以耶和华在第八第九节他就告诉他们 你们要记住我 你们是怎么样 我是怎么样造你们的 他提醒他们 我造你们 我把你们领出来 是因为我要叫你们做的事 他说我拣选的雅各 因为造你长子应该是以少才对啊 他说亚各是我所拣选的 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 然后在第九节他说 这个时候以赛亚又开始讲预言 他说我要把你们从地级和地角所招来 这个呢他实际上讲了好几遍 第一件事情他实际上是在讲到当耶和华 把呼召亚伯拉罕出迦勒底的乌尔的时候 然后呼召亚伯拉罕出迦勒底的乌尔的时候 然后又从地角招来 他是讲到在公元七十年以后 这个要发生的事 他讲到说你是从地级所领来的 从地角所招来的 这个并不是 如果巴底伦的话并不是地级地角 但是耶和华说从地级地角来 所以实际上是在讲到第三个阶段 就是当公元七十年以后 当犹太人被驱赶到全世界各地 在万国中被跑来跑去以后 后来蒂舍雷重新复国以后 他们又从地级被招回到自己 如果到上海去 你可以看见很多犹太人的遗迹 如果你到多伦多里面前 也多伦多有很多犹太人 如果你到阿富汗 你甚至看见 有阿富汗都有犹太人在哪 如果你是到中国的西南去 你都会看见有犹太人 而且你那里面 而且你要是去查他们的祖府 看他们祖上的寺庙 都会看见他们承认自己是犹太人 OK 当然这个耶和华又歧视说 他们要做的工作里面 也是同样的冒着风险 在第十节耶和华说 你们不要害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你不用惊慌 因为神不会离弃你 在第十一节说 凡向你发怒的都必爆亏蒙羞 与你相争的必如无由 并要灭亡 他们的危险在哪里呢 以色列遇到危险是 那些抵挡他们的那些仇敌 要想吞灭他们 在第十二节说 与你争敬的不要 你要找他们也找不着 与你争战的必如无由 成为虚无 换句话说 这一个堕落的世代 这个世界的败坏 堕落的世界 尽管耶和华要赐救恩给他们 但是他们不要 他们不但不要 他们是还要发怒 抵挡耶和华 并且要折磨神的子民 所以我们看见这里面 这个耶和华的应许 而且对他们的鼓励 壮胆说 我教给你们工作 你们将要能够成就 那些抵挡以色列的将来 都要成为失败者 为什么耶和华这样说 而且会成就 是因为耶和华是神 而且他是以色列的神 所以以色列人必须要牢记 耶和华是我的神 我们的神 所以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将要把这个应念 但他将要把这个应念 但他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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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华知道我们人的问题 包括以色列的问题是骄傲 所以他就要提醒他们 免得他们在骄傲上跌倒 大家看第十四节说 你这条虫雅各 不要害怕 我们很有意思的 耶稣也讲过同样的话 耶稣说 我拆你们出去 就像羊入了狼群一样 神拆我们到这世上去 我们就像每两个一样 那些狼群就是谁呢 就是那些高大的 那些名 那些他们非常有能力 凭血气的 那么这些人看起来都很大 话句话说 耶稣说 你们要像羊入狼群一样的意思里面 其中一个重要的提醒是 你们因为是羊入了狼群 所以如果你最后有什么成就 你们完成了什么事情的话 不是你们做的 乃是我做的 现在同样的 他在旧约的时代 也提醒犹太人 尽管他们就 亚各和以色列人就像虫一样 但是呢 神说 我交给你们的任务 你们工作 你们一定能成就 尽管他们的仇敌是如此的强大 但是呢 他们的主是以色列的圣者 救赎主是以色列的圣者 我们在最后一章 我们知道它是何等的伟大 所以到最后 在第十六节 讲到说 他们将要 这个耶和华 他说 他要把它剥羊 风要吹去 玄风要把它刮山 这时候他要把它剥羊 然后风要吹去 玄风要把它刮山 大家知道 这个以前打鼓场上 就是这样子 那个果子 你是弄了以后 你是要给它养起来 养起来以后 这个康比就会吹去 这个真正的果子就掉下来 And he says I'll make you a sharp threshing sledge with double edges so that you do I will And God says I will do that for you 然后所以他说 你不用害怕 他说 我呢 要使你成为 有快吃打凉的 新器具 把山林 什么都打得粉碎 把山林打得粉碎 把钢林打得如同康比 And in verses 17 to 20 I say as a paragraph which tells how God will guide them back to Jerusalem 在第17节开始 实际上他加了一段进去 是讲到 以赛亚说 耶和华要怎样的 把我们从被摟的地方 从而带回自己的国土 Providing for them all they need along the way 而且耶和华将要 看顾他们 供应他们 一路供应他们的所需 You see this is what he's talking about the afflicted and needy are seeking water but there is none their tongue is parched with thirst I the Lord will answer them myself as the God of Israel I will not forsake them I will open rivers and the bare heights and springs in the midst of the valleys and I will make wilderness a pool of water and the dry land fountains of water I will put the cedar and then he tells all about the trees that he will plant and that they may see and recognize and consider the gain insight as well and the hand of the Lord has done this the holy one of Israel has created it in other words you see they had to go across a desert to get from Babylon to Israel 从十七节到二十节 这么长的一节经文 实际上是在讲 耶和华要怎样 把他们从被掳之地 放逐之地 要带他们回到 自己的家乡去 这个讲到 贫穷人没有水喝 因为他们要 这样要经过什么呢 要经过旷野 贫穷人没有水喝 他们 这个但是 耶和华比较应允 他们在第十八节 讲到他 在近光的高处 给他们开江河 在国中要开泉源 这个在第十九节 又讲到他 在地上种那么多的树 好叫他们看见 知道思想明白 这是耶和华所做的 因为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圣者 这个里面还有很有意思的 十九节大家看见 他说了一堆的这个树 这个其实里面是 也是一个预言 是讲到说 当以色列人重回自己 已经荒芜的家园的时候 神甚至要 耶和华甚至要让 那个地方 已经慢慢的荒漠化了 这个以色列 重新变得 郁郁重重成为 一个环境非常好的植物的 一个农业的大国 那个时候 当尼布加尼莎 见他 耶路撒冷和犹大的时候 他不但是火烧 这个摧毁了 这个耶路撒冷 这个圣殿 而且呢 他也糟蹋了 他们以色列国土的 大部分的地方 我们知道 那个古时候的 进去以后 通常都会把 大树都砍倒 因为这些木材 都可以运去 他们一方面 可以作为 就是这个原料 第二方面 他们也用打仗 所以他实际上 耶和华是说 你们万国 你们要睁眼来看 我要在以色列做什么 所以他实际上 他实际上对 耶和华 对这些地上的假神 对列国 不但教他们看 他们做什么 他也问他们 你们能做什么 所以这个耶和华 再次地跟列国 跟假神挑战 说你们可以来看看 我所预言的事 将来会不会要成就 在第二十二节 大家看见说 他说你们 我可以声明 指明我们将来 必要遇到的事 说明先前的是什么 好叫我们思索 知道事的结果 或者把将来的事 指使我们 然后到第二十三节说 要说明后来的事 在后面说 好叫我们知道 你们也是神 当然这些列国也好 这些像假神也好 他们知道 他们不能说语言 所以伊赛亚在这里就讲 既然你们不能够 预言将来的事 你们也知道 你们不会的话 那你们就不是神 在第二十四节 他说 你们属乎虚无 你们的作为也纯属虚无 在第二十五到二十八节 从二十五节开始 越华通过以赛亚 告诉犹大 说我的计划程序 我现在要启动 他说 我从北方兴起一人 他从日出之地而来 他要来了 那这个人是什么呢 是他还没有生下来呢 但是当要华台口说语言的时候 就像说现在正在发生的事 或者将已经发生过的事一样 大家知道 前面刚才讲的 我要从东方兴起一人来 对不对 现在在第二十五节说 我从北方兴起一人来 这个二十五节说 我从北方兴起一人 他是求告我明的 从日出之地而来 这个很有意思 所以这里面 我们从中来做一个大胆的推理的话 这个古列王 这个塞鲁是很有可能是信主的 我们如果到天上 看见古列王在那里 我们不要吃惊 那我们说圣经为什么 又是好像两个人是不是有出入呢 说第二节说 从东方兴起一人 现在二十五节又说 从北方兴起一人 Midia was to the north and east of Israel 大家知道这个马代国 这个国呢 当时是在以色列的北部 靠近东部那一带 那波斯是完全就在以色列的东面 这实际上耶和华通过这两个 同一章里面说 两个不同的方向来 实际上都告诉他们说 将来这个整个波斯帝国 是马代和波斯 两个强国合并成为波斯帝 这个耶和华从起初就在那里预告说 这个王 古列王将要兴起 这个很有意思 以赛亚讲了这个话以后 谁又听他吗 没有一个人相信 以后的话 在这二十六节的大家看见说 谁从起初指明 这是使我们知道这种先前说明的时候 谁也没有此名 谁也没有说明 谁也没有听见你们的话 这个以赛亚受耶和华的差遣报西安这么一个好消息 但是西安人没有听他了 and now it's interesting 但是大家要记得 这个以色列书所写的时候 当时的犹大人 当时的以色列是还没有被放逐 那是要150年以后才发生的事 所以换句话说 以色列国的仆人要到什么时候呢 他们要从巴比伦放逐 回归到以后 波斯王古猎 把他们放回去 释放了以后 这个时候的以色列才可以成为耶和华的仆人 西西加王的儿子马拉西 是在以色列历史上 可能是听出来说一个最坏的君王 最后耶和华必须要借外邦人的手 这个巴比伦王的手 把以色列灭了 把犹大人灭了以后 把犹大人掳到 这个耶路撒安 这个巴比伦去 那些费路去的都死光了 后来在巴比伦 到了巴比伦 有出生的人 后来重返耶路撒冷的时候 最小的年纪的人 都是白话长长的 七十岁的老头 所以费路被放逐的 一个屈辱的以色列的历史 最后导致以色列人 其集体的悔改 他们后来才真正成为 耶和华手里合用的器皿 成为神的仆人 这个很有意思 这对我们来讲 是一种非常令人震惊的 一种准确性 一种令人震惊的 这样一种细节的描述 居然讲得栩栩如生 因为这些事情 都是还没有发生 我们可以想象 在以色列年代的人 去读圣经的时候 说波斯王古列 这古列是谁啊 波斯王古列还没有生下来 一百五十年以后 才有这个人 当他说波斯王古列 说波斯王赛鲁士 将来要成为波斯王 要成为这些的时候 那时候也没有波斯帝国 那么的时候 犹太人没有个相信 但是以色列怎么说 以色列说 我们等着桥 我们走着桥 将来会有一天 这个人要掌权作王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例子 看见 为什么这些所谓的圣经批评家 他们对以色列所咬牙切齿 恨之入骨 或者是持坚锥的批评态度 他们打死他们 也不能相信 所以他们通过逻辑的反推 说在活在西西加王年代的先知 不可能知道 一百五十年以后 在波斯王古列手里 要发生的事情 但是他们在 但是让以色列写下 这么一个重要的预言的信息 实际上 耶和华借此向全世界 不但向犹大 向全世界 向全人类 来证明 表明他自己的神性 就是耶和华是神 我们这些新约的信徒 真是有福之人 我们现在有全辈的福音 全辈的圣经 所有的信息我们都看见 而且我们还有看见了 这些历史上所应念的 我们现在回头看 看了第二个路之掌 一清 就是一清 清清楚楚 那个时候 比方说 这个马拉西王 西西家的儿子 他们是 他是不知道 他根本不能想象 将来 真有一个古列王 波斯 那王将要 让犹太人重新 从巴比伦 重回故土 对 Has anyone got any questions do you have any questions? 大家有什么问题 关于这一章? I hope that when you go back that you go home that you read the chapter don't just read the poems There's a simple text I'm trying to remember what I said 那是唯一的方法,你能保持在你的心上。 希望大家回去以后再把四十一章重读,一遍,两遍,三遍,不要只读一遍,多读几遍,一遍读一遍思想一下。 也只有通过这个方式,我的讲课你们才可以把它剔除,才会对大家有造就。 我知道在星期二的晚上,大家上了一班一起以后跑过来,如果说你只是临时这样听了一个小时,回去如果不去回顾重读的话很容易,你从头脑的一个角落里面慢慢以后就忘了。 我最好有其他地方,我会在你身上的儿子和你身上的封面。 你是用感觉都很利息,但是我必这样的奖励。 你自己想要做到这些角落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